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面临 八字合婚 很多人总是会说 我的真命天子是哪一个 总是认为会有一个八字 跟你特别特别合的这种对象 但其实各位 离婚率这么高 几乎没两对就有一对离婚 你敢跟我说 离婚的都是没有合过八字的吗 当然不会 因为就算合八字也会离婚 为什么 其实八字就算让你合了 他顶多本命合而已 这时候还有大运 还有流年 他都会改变你八字的现况 也就是说 除了热恋期是八字最合的情况 接下来就是开始慢慢的不会合 也就是在八字里面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 就是感情不会永远相合的两个八字 所以在婚姻上是要去经营的 因为男生一定会碰到破财日主受克 女生会碰到破官日主受克 这些都会造成感情上会出问题 如何去相处 磨合 经营你的婚姻 这个才是王道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